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lly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 大概從10月底 11月 12月 就是購買的東西 就是...好可怕 就是我敗家一堆東西 然後...喔!我覺得今天可能會被問 所以我先講 我的眼妝呢 眼睛的這個眼影 顏色呢 用的是Naked 2 眼影盤的Chopper的那個顏色 那顏色真的很漂亮 然後呢 我的唇膏用的顏色 是用兩個顏色疊在一起的 我今天就是嘗試一下 想要試濃一點點的唇膏 我用的是那個... Maybelline的... 霧面的那個唇膏 然後用的是10號跟11號 兩個顏色疊在一起 很紅的那個顏色 擦上去超級漂亮 可是我怕你們就是不太習慣 所以我就加了一點桃紅色 讓它看起來是...比較亮一點點 OK 好 呃...今天東西還蠻多的 因為我...呃...已經很久 有沒有很久耶 因為我... 唉...我不知道我怎麼買那麼多啊 我以為很久 但其實我是不是10月才放了一個敗家影片 但是10月的敗家影片呢 通常都是9月累積過去的 所以我已經10月11月都沒有做 所以呢今天呢就要來分享的就是... 我前面的敗家戰果 然後我那時候就把照片傳給我朋友看 就說你看這些是我買的東西 那我朋友就說 你怎麼都買一些...很運動風的東西 沒錯 因為我在這邊真的是太邋遢 所以就是你們要忍受我OK 好 那...呃...我現在...我今天的筆記都在電腦裡 所以我把...我把電腦拿過來看一下 首先呢這個月我就是買了iPhone 6s 然後...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比我的iPhone 5好很多 重點我...其實我很喜歡iPhone 5的手感 因為這樣抓起來我可以單手一直text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我的手機的相機畫素 不知道為什麼變很低 應該是...就是我的相機鏡頭很髒 所以拍起來畫質很糟 然後...大家又開始一直用iPhone 6s 就是會lil post東西 所以你們的畫質很好 那會就會顯得我畫質很髒 所以我就受不了了 然後...再加上我那時候看那個新品發表會的時候 然後他就有特別講到說 他的影片畫質變很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常常要放Snapchat的影片 或是...有時候我沒有帶Vlog的相機出去 我就想要用手機代替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就很方便 所以我就買了 我覺得還不錯喔 而且我很...因為之前用iPhone 5的時候 然後...他沒有指紋辨識 然後...現在就有了 所以...我覺得指紋辨識好方便喔 就是...還不錯 缺點...是如果有一天你手機被偷走 然後那個人就瑕疵你 然後就把你的手指這樣放上去 他手機就解碼了 就解碼了...有點危險 之外我覺得都還不錯 好...那...第一個就是iPhone 6s 好...讓我把它刪掉 然後再來呢就是我這個手機殼 我那時候有放在Instagram照片 登!在這裡 我是在Urban.featers買的 然後... 呃...給你們看他美的盒子好不好 他的殼suppose是長這樣 然後送過來的時候也真的是長那樣 就是美到一個炸 但是現在... 現在還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們看的時候他邊邊已經黃掉了嗎 啊... OK 我合理的懷疑 是因為我上妝 然後手會這樣握 所以他的兩邊特別髒 然後我這樣聽 因為臉上有妝 又會讓他可能就是髒髒的 我超心痛的 因為他就是那種... 軟殼 所以就是你如果這樣子 就是會摸出那種軟軟的材質 所以就是很容易髒掉 然後...可是我才買沒有很久 我就好想換 可是我想說我才...我真的才買沒有很久 好兩難 可是每次手機放在那邊你就會想說 天啊 你會不會...如果你...如果你經過我 然後我手機放在左上 你會想說這女人是多髒 才可以把手機弄成這個樣子 真的...真的很髒 不過... 呃...我覺得Urban Outfitters 網站上很多很多手機殼都超級好看 所以...呃...如果你們有在找手機殼也去看看 就是美國的Urban Outfitters 可是他不寄台灣嘛 我之前在台灣買的時候我也是 欸...他寄台灣 但是花30塊美金 才寄台灣 就是你要再多花1000塊左右的台幣 他就幫你寄到台灣 再多付1000塊真的很貴耶 所以如果你們...呃... 不想這樣多付的話可以跟朋友一起買 或是...呃...就找我之前分享的代賣 我之前分享過超多次 我就...一樣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你們把它點開我會說 找這個代賣你們就點進去OK 對...反正我就是... 我的手機殼現在就是很髒 可是就...還堪用囉 再來是也有很多人問我的耳環 然後...我的耳環讓我靠近你們 我的耳環...現在是...呃...圓圓的這個 然後...這也是...呃...我兩邊戴的是一樣的 現在好熱喔 兩邊戴的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耳環呢我一樣是在 Urban Outfitters買的 然後它是一個...耳環的set 我超級喜歡這個 因為它是...又很像牛皮子的東西 就是...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應該是看不出來 很像牛皮子的東西 然後我就把...所有的耳環都放在上面 然後...我戴的就是...這邊失去的這兩個洞 然後它有個...因為我很喜歡Hoop Ring 超級喜歡 我覺得這好好看喔 所以...呃...我就覺得這系列都很好看 它有銀色的... 銀色的...然後不同形狀的...不同顏色的金色 就是...很漂亮 而且...這樣超可愛的 如果我有...可以掛東西的地方 我就可以這樣掛在上面 但是我沒有啦 就...但是如果有的話就可以掛在上面 超可愛 我之前在台灣就...還蠻想找這個耳環的 這種系列 但是...好像... 台灣...我想不到一個地方是 我可以...今天想說...喔我要買耳環 我就可以...上網...網購 或是...衝過去買 我好像...沒有看到...就是...怎麼講 就是...在我腦袋中 沒有一個這樣的印象是 如果我今天要買耳環 我就可以衝去哪邊賣 我之前...在台灣的... 好像是在 Accessorize 買的 就是...其實我覺得沒有很...沒有很... 精緻...但是很貴耶 因為...我這樣子...一串 總共一...二...三...四...五...六組 我猜...二十幾塊美金 然後...在 Accessorize 就是一對就是二十幾塊美金 所以...如果你們...很喜歡這種hoop ring的話 可以找袋買買...OK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是...比較 girly的hoop ring 呃...它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戴的時候...它是會...垂在下面的 我就覺得如果...呃...穿個洋裝 或是什麼...比較lady的... 戴這個會很好看...有嗎? 就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很喜歡 然後...這個也比較精緻 因為它一個...就是大概是...十四塊美金 然後...這是...全部加起來24嘛 它們就是...精緻度就有差 但是...我最近就是瘋狂愛上這類的耳環 登登 好...好...那...繼續介紹接下來的衣服 接下來的衣服呢...是我被問過大概五萬次 好...我浮誇了...大概...五十次...五十次... 五十次的...呃...問題是我這個衣服從哪裡買的 等我 啊...好...呃...就是... Champion! Champion的帽T...登登 好...我...就是不知道什麼這一陣子 我非常常在Instagram上面看到 Champion的...post 可能剛好...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常 一直在滑Instagram 我就偶爾看一下 可是每次點進去都會讓我看到一些 Champion的衣服是覺得...喔...真的很好看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我自己覺得 大概從...今年開始 我覺得女生的衣服真的沒有很好看 但是男生的衣服都非常好看 所以...我現在上Urban Outfitters 我都是打我想要的品牌...品牌...品牌 品牌...然後去看男裝 因為男裝最近...我覺得很好看 就有一個我朋友的姊姊也是在做Fashion的吧 然後她也說...就是2015還是什麼... 今年開始真的是男裝很好看 所以...她也都會去什麼...ZARA之類的買男裝 我也這樣覺得...真的...好...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是看Champion的衣服 然後她女生真的沒有很好看 結果男生就有這樣非常好看的帽T 然後...我這個其實糾結...你看...你看這個齁... 是不是很可愛...然後...我那時候糾結超久 因為...我想要...可以單穿 但我不想要沒有精神的單穿 然後我就看那個Model 她好像189之類的穿M號 然後...剛好...在屁股上面 就是一般的...帽T 然後我就說...好...那應該就是M號了 所以我就買了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size 就如果你跟我身高差不多...158.9...159...160...差不多...那個附近的話 你就可以買...男生的M號 她可以...剛剛好蓋住屁股 但如果你想要完全...可以...甚至到大腿...的一半的話 那你可以戴L號 我覺得...可以更...就如果你怕曝光的話 你可以戴L號 但我覺得M號的時候穿起來...是很好看的 喔...超級好看的這個Logo 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那時候就瘋掉了就買了一件 然後先寄過來 然後我就覺得...欸...真的很好穿 因為我很懶惰嘛 然後我喜歡常常一個Legging就出去 然後我在圖書館我也不想要... 有時候穿很緊的牛仔褲 會覺得...就是太緊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要再買一件 然後...我就再買了一件 然後另外一件呢... 是綠色的... 美吧...美吧...是綠色的...超美 然後...這兩件我都超級喜歡的 然後我就是戴...呃...男生的M號 然後...大家不要judge我 花很多錢 因為...我是想說... 我回台灣的時候可以帶一件給我弟穿啊 男生差不多都是...都...差不多... 差不多都是穿...M號 我弟在...一百...七十八...一百七十九 所以...M號他穿起來應該也OK 登登...我就想說... 好...你看...誰說姐...姐妹才可以共用衣櫥 我跟我弟也可以... 就一直在穿男裝 我弟就可以一直撿我的...就是穿過的衣服 超級好看的... 就...所以...喔...如果你們要買...的話... 因為...就有讀者跟我分享說 台灣不是那麼好買Champion 或是如果買的話會超貴 所以我就覺得... 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 如果你們真的在找Champion的帽T 那...就可以上Urban Outfitters 你們就可以找代買 然後...買回家 我又危言聳聽耶 一直在...就是逼迫你們 好...那在Urban Outfitters 我還買了一件很好看的洋裝 但是在這邊真的好冷 我還沒有機會穿到 我想說如果回台灣...出去玩的時候就可以穿 呃...它是長...一般... 欸!我先從下面看 是不是很一般的T恤 然後它是...登登...就是中間 它是一個T恤洋裝 短短的 呃...沒有很短耶 其實我穿是完全不用擔心曝光的長度 我還想再把它剪短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 長度對我來說有一點點的長 然後它中間的設計就是 這邊綁一個接 然後這邊是鏤空的 所以...呃... 你就可以露一個肚肚 但是呢... 你又不用擔心你的腰圍跑出來 因為...它沒有露到腰嘛 因為我覺得...像我就覺得... 我的中間沒有很多肉 但我的腰很多肉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件超級好看的耶 我好像有在... Snapchat放給你們看過 這個...這件的照片 就是... 適合Party 但是又不失... 休閒個性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很好看 對... Urban Outfitters 真的我每次一想要逛街 我都會打... U 然後它就跳出 Urban Outfitters.com 我就...嗯...OK 然後就點進去看 被徵招 好!再來呢... 是介紹... H&M的衣服 登登! 就是... 變五折那樣 所以我就買了 這件好像才十幾塊... 美金 所以可能... 根本就不到... 可能... 六百這種... 六七百這種程度 然後...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如果你身材超好 你可以就是不要扣 然後... 就是鏟空 但我沒有嘛 所以我都會穿一個小可愛這樣 然後... 它這邊的設計就是... 看起來很像沒有扣子 可是它其實是有... 類... 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拍不到 它類似就是小鐵溝的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扣在一起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扣到大概... 這邊的高度 所以... 你不用擔心說很裸露 我覺得如果大家很喜歡 很想逛H&M的衣服的話 呃... 因為我之前在台灣的時候 台灣不是已經有開了嗎 而且也有網路的商店可以買 但我就發現... 台灣的商品... 還蠻... 不齊全裂 就是國外有很多 然後台灣都沒有 然後... 嗯... 國外很多在做很大的折扣 台灣也沒有做 所以... 我覺得你們如果有時候 想要囤積一種... 囤... 想要囤積一些這種... 嗯... 比較... 可能出去玩可以穿的衣服 不想要太貴 然後... 又想要買的話呢 你就可以... 呃... 去看美國的H&M的衣服 然後... 可能再找代購幫你寄回去 我覺得... 比較划算 因為... 它大打折的時候 就是... 一定要搶 第二件呢 是... 黑色的 也是黑色的Rumper 然後... 我也是... 我之前去... 呃... 吃我們西上的Dinner Party的時候 有穿過 一樣是這樣的設計 然後... 前面呢... 它就是... 像襯衫一樣的扣子 可以這樣... 然後... 就是很簡單喔 我喜歡這種比較簡單的Rumper 很好看 如果我有穿 我再... 放... 放照片給你們看好了 OK 再來... 喔 最後一件 你知道我在台灣的時候 就已經買過... 唉呦... 這個... H&M的小短褲 我有帶過來穿 然後那天我就看 你知道這件打折後多少錢嗎 好像... 一百... 二十幾 還是多少的耶 超級便宜的 因為我很想要一... 那時候就很想要一件... 可以... 在家穿的小短褲 然後我只有一件 我就不太夠 所以我就再買了一件 然後剛好H&M折扣 所以我就... 買了 好 再來... 是什麼 嗯... 介紹牛仔褲好了 就是... 為我跟大家分享 American Eagle的牛仔褲 真的很好穿 然後... 喔 警車的聲音 等它過 喔... 好近喔 OK 不管它 American Eagle的褲子 喔 然後很多人在問我size 有問題 所以我就想說我一定要來分享 真的很大聲耶 好 我首先呢 我一定要... 我非常推薦大家買它的高腰系列 因為像我自己是有一點小肚肚的人 如果吃完飯的話 肚子凸出來 然後我是穿低腰的牛仔褲 我會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肚子在這裡 然後低腰是這樣把它束住嘛 所以我喜歡買高腰的 因為你吃完飯 它就可以把你肚子這樣收起來 然後我買的這一件呢 就是最基本款的高腰 它叫做... Jagging Jagging吧 就是Jean 但是跟Legging一樣舒服 叫Jagging 然後這個就是高腰的Jagging 然後呢 大家在看它尺寸選擇的時候 它有... 可以選擇... 00 02468 就是它的size 然後再來可以選長度 short regular Wong 然後我自己 黑色這件帶的尺寸是0 0的short 我很愛嘛 所以我帶short 然後0就是第二小的尺寸 但我覺得收到我穿上去 我有經驗到 就是真的很好穿 但是我想說 好像... 微微的沒有那麼緊 我是不是可以挑戰00呢 所以我的下一條褲子 就是買00的尺寸 超好看的 對不對 我就是買00的short 然後就超級緊 所以其實我的身材 應該是借在00跟0之間 因為00真的好緊喔 但是就是硬要塞也是可以 然後它的就是彈性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 它叫 Jagging 大家如果很喜歡的話 我就可以去買耶 因為American Eagle的褲子 牛仔褲 我覺得不輸 因為現在台灣女生很多都喜歡穿韓版的牛仔褲 我自己之前也是 然後所以 那時候要 在想要不要買American Eagle的時候 我有 糾結一下 因為 我一直想說 美國的褲子 會不會長度都不合啊 什麼的 結果就超級好穿 然後它又很長 第二件半價 所以 如果你們剛好來美國 朋友在美國 剛好要回去 你們可以請他們 幫你們戴American Eagle的褲子回去 身高跟我差不多就可以戴short 然後 如果你想要長一點就戴regular 然後 差不多是這樣子 就是 American Eagle真的很好穿 我覺得會 繼續買下去 好 再來是分享一下 Super Dry 好了 好 嗯 我最近 迷上了帽T嘛 然後 那時候 我朋友就說 欸 你有買Super Dry嗎 它在 就美國的別州穿 覺得非常保暖 然後 真的假的 它就說零度 發二一加 呃 Super Super 噴口水 發二一加Super Dry 的一個帽T 它就說可以在零度左右度過 所以 我就 那時候在Vegas玩的時候 我就 剛好附近有一個 Super Dry的店 然後 剛好 Black Friday我們就在Vegas 所以 我就 買了 這一件綠色的 一樣我戴的是 男生 男生款的M號 因為我很喜歡男款的 我覺得 Super Dry的衣服真的好好穿喔 因為 它真的很厚 我覺得它好像稍微比 Champion的帽T厚一點點 重點是我很喜歡它的小細節 你看它的 那個 Label 就是 這麼可愛 然後 在手的這邊 也有很小這種舉標 我很喜歡小細節 做很好的衣服 然後 據說 在 呃 台灣是不是賣很貴 因為我這一件 男款的 帽T 我那時候打折的時候買的 可能大概 大概 六十幾 五十左右美金 大概一千五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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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到一千八之間 聽說台灣賣超級貴的 所以 一樣 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國 然後 他剛好要回去 或是什麼 你們可以 請他們幫你們戴 Super Dry的帽T 超級 好看 我都隨便戴一個Legging 或是穿那個 American Eagle那件 黑色的宅館褲 就直接 出去上課 就可以背雙肩包包 這樣走走走走去上課 因為 很好穿 然後 再來呢 就是 呃 也是Super Dry的 針織衫 針織上衣 然後 其實呢 我是要想要買給我弟的 但是我就是想說 我先偷穿一下 我就偷穿一下 就好 就一下 其實都已經穿兩次了 就是 他是一個很基本款的 針織衫 但是我 就很喜歡這種素面 但是有小細節 你看 他的 右邊手臂上有這個 Super Dry的這個 小 小Logo在手上 我就覺得很好看 所以他穿起來是 這麼素 然後旁邊有一個小Logo OK 然後 這一款 因為那時候我請我 朋友 他身材跟我弟差不多 但他比較高 就是都很瘦 然後他就幫我試穿 然後發現 M號有一點點的窄 然後 所以 我在選這件的時候 我的針織衫選的是L號 所以就是 統整一下 就是帽T是M號 針織衫是L號 如果你要買男款 然後穿在自己身上的話 這個L號在我身上穿起來 大概就是可以蓋到屁股 所以我就像一個 比較長版的針織衫一樣 YA 而且超級 舒服 又很好穿 然後又打折 所以很好 好很棒 再來是我發現有一個 Urban Outfitters的漏網 之雲就是我的 手套 好 超級可愛的手套 對不對 就是 他就是這樣子 這麼可愛 然後 我這邊我買的是可以觸控的 所以 你一樣可以 用手機的時候 看得到嗎 看不到我有在滑 有 滑開 我覺得還蠻靈敏的 就還蠻OK 但是為什麼 只有一隻手套呢 我某一天 就是在學校讀書 讀到十一二點回家的時候 然後我就 因為真的超冷 我就戴手套 然後就在車 在車上 公車上 我就把手套 一隻拔起來 我覺得我有放到我的 Hoodie的 前面這種 口袋裡面 然後我就用用用用用 然後我就下車的時候 要錄Snapchat 跟大家說 我要回家了什麼什麼 我發現 我的手好冰喔 我要戴手套 然後就手放進去 手套不見了 然後我還往回去 下公車的地方久 就已經消失 所以 到底在哪裡呢 反正我就只剩一隻 就是有點悲慘 但是我又訂了 因為 我後來就是當天 我就晚上回家查 就發現 欸唷 手套剛好在打折 就是大概 九塊錢左右 所以我就 買了一個厚補的手套 衣模一樣的 就 超級可愛的 很溫暖 而且我覺得觸控 還蠻OK的 登登登 再來是 右後方這個鞋子 欸我又在 好癢 右後方這個鞋子 這我還沒穿過啦 所以我還可以放在墊子上 這是Vence的 Old School 然後我為什麼會想買這個呢 就是我真的 很喜歡球鞋 我最近就在收集球� 然後我覺得Vence還蠻基本款的 所以我就 買了 但還沒有穿出去過 我會趕快穿出去 然後再分享照片給大家 我那天試穿了一下 我覺得尺寸好像 有點大 很想哭欸 我每次尺寸都買錯 我這個尺寸 根本是照網路上的參考啊 我尺寸這個買的是 Women的6.5 他說是適合CM23公分左右的腳 所以我穿上去還是有點鬆 所以我穿上去還是有點鬆 我尺寸這個買的是 所以不知道 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我穿他的穿搭好了 因為我很喜歡 Vence有一種帥帥的感覺 然後也有很多的youtuber或是blogger 他們都有買這雙鞋子 就是如果要比較帥一點 比較中性 然後比較素面一點的穿搭 搭配這個就很好看 耶 好 好 再來 我覺得進度蠻快 我 我有放這個在 那個床上 就是要介紹 其實我發現我在上次敗家就已經分享過 所以就 就是我的錢包 然後 如果還沒看過這個錢包介紹的話 去看 OK 好 最後一個 就是 我身上的這個項鍊 這是在Nasty Gal買的 他是一個 嗯 網站 然後他賣了 是不是也算賣很多 我一直在做 好癢喔 是賣了很多不同品牌的東西 然後 他就是送出來 他其實有一個袋子 但我已經把它收起來 就是他有賣這個項鍊 這個choker double layer的choker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找的話 可以在Nasty Gal買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寄台灣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 我想他應該是沒有寄 不過也沒有關係 因為 像淘寶什麼的 我猜 應該都會有賣這個 所以 我很喜歡這個的細節 他尾端這邊有做一個很像 椎 椎狀的東西 就很好看 就是瘋狂在迷戀Nasty Gal的網站 就三不五時就會去逛一下 因為 感覺我最近的風格是想 有點一點點想要走Nasty Gal 所以就 很喜歡 然後我朋友 就看到我帶這個就說 我要買 你幫我買 他說台灣很難買到這個 這種 double layer的choker 所以我就幫他訂了兩條 希望可以在我回台灣之前送到 Nasty Gal 好那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敗家影片 然後 不要 幫我 計算 總共 多少錢 不要 我都累積了 兩個半月 買的 所以你們就是 不要這麼嚴格 然後 我自己買的這件衣服 我幾乎每天都瘋狂的穿 大家看影片應該都有發現 就是 我說Snapchat的影片 我每天都有冒T 冒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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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冒T真的買了很多件 然後 反正就 我很喜歡 下一次見到面 不知道是錄什麼的影片 不過 有人在request 說想要看我的 What's on my iPhone 6s 就是我的app 用哪些app 所以如果你們 有想要看什麼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 我希望在回台灣之前 可以再做一支影片 然後 回台灣的時候就可以vlog 看我去哪裡吃東西 吃什麼好吃的 或是去哪裡玩 我都可以跟你們分享 嗯哼 對 好 那就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每次自己做敗家影片 我都覺得心情很好欸 好啊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 有任何意見 歡迎留言給我 然後 想要我錄什麼影片 歡迎留言給我 我記得我好像要說什麼東西 但我完全忘記了 好 沒關係 我真的忘記了 那我們就下次見 然後 希望 如果是最近剛好在準備期末考的同學 考試加油 在準備上班期末考機的同學 加油 好 下次見 拜拜 好 沒關係 我真的忘記了 那我們就 下次見 然後 希望 好 好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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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下次見